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 也就是即将登场的 Proton S70 CKD 版本 在 2018 年 12 月发布之后 Proton S70 迅速地成为本地市场一款非常热卖的 C-Segment SUV 车型 在 2019 年它更是成为了本地最畅销的 C-Segment SUV 不过之前贩售的 Proton S70 都是从中国进口 而本地生产的 Proton S70 也即将发布 那么CBU S70 和 CKD S70 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在它的动力配置啦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这一个 Proton S70 CKD 的动力配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Proton S70 顺便甩用的 1.8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代号为 JLE 4G18 TDC 很多人看到 4G18 就会联想到它是 Mitsubishi 的 Engine 甚至在网络上也是很多人说 其实这一具引擎是山寨之 Mitsubishi 但是其实并不是 它们只是代号相似而已 这一具引擎是吉利自家开发的 它的主要对标对手是 Forswagon 的 EA888 1.8 版本 这一具引擎首次出现在 2015 年推出的 中国最美房车 吉利伯瑞上面 在初代的这个 4G18 TDC 上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63 PS 峰值扭力 250 Nm 而在现在 S70 上面 它的最大马力已经提升到了 184 PS 峰值扭力 285 Nm 而在最新的第三代 4G18 TDC 上 它的最大马力维持在了 184 PS 但是峰值扭力提升到了 300 Nm 这一具引擎除了马力提升之外 油耗表现还有排放的进步 在中国它已经符合了中国最新的国六排放标准 而原厂也表示 如果有需要这一具引擎可以升级至欧盟最新的EUR6D 标准 同时这一具引擎也可以满足马来西亚未来5年的需求 所以说短期内 这一具1.8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并不会被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所取代 一具引擎除了它的输出还有油耗之外 耐用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开发期间 吉利总共测试了76G这一个引擎的原型机 总测试时间达到了3万6千个小时 总测试里程长达200万公里 除此之外 他们测试的地方还包括了 摄氏度高达45度的炎热地区 还有零下45度的寒带地区 所以这一具引擎不管是高温或者是低温 它都能够正常的运作 在耐用性方面是无庸置疑的 至于在马来西亚这一个靠近赤道的国家 其实原厂也进行了非常长的测试 这次测试达到了50万公里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一具引擎会有 水土不糊的情况出现 而且原厂不只是在半导测试 也拉队到了东嘛 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原厂为了这个X7D 它是在本来西亚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 在之前CPU的X7D上面 它所采用的变速箱是来自澳洲DSI所制造的六速自拍变速箱 这一家变速箱制造商之前也属于吉利 但是已经被吉利所出售 目前吉利所采用的变速箱 采购至日韩或者是自家制造 而X7D CKD上面的这个七速四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正是来自吉利自己开发的变速箱 目前使用这个七速四式双离合器变速箱的车款包括了 博瑞GE 博悦 博悦PRO 星悦 加记 DHGL DHGS Link&Core 甚至是WOWOW 使用的车款其实是非常的多 这个变速箱有什么特点 它采用的就是四式的双离合器 而之前 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在我国出现了非常多的灾情 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四式双离合器会出现以前一样的情况 再来就是这一根变速箱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 而且它的体积非常小 兼容性非常高 普通版本的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和混合动力版本的双离合器变速箱体积差不多 重量也差了一点点而已 所以可以看出模块化设计的优势在那里 再来就是这个前驱版本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的重量只有76.6公斤 所以理论上Iris和Persona要使用这一局变速箱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因为成本的考量 所以我们相信原厂并不会在这两个车型上面采用这一局变速箱 一般 厂商在使用自排变速箱上面 他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自排的变速箱动力流失比起手排还要高很多 也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厂商使用双离合器变速箱 因为双离合器变速箱的结构和手排变速箱非常的接近 而吉利表示他们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是目前市场上领先的 因为它的动力流失非常的小 根据原厂的数据 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的综合效率达到了94.6% 最高效率可以达到97% 比起市场上很多知名的双离合器变速箱还高 至于在寿命方面 这个变速箱可以承受的最大扭力为330Nm 可使用寿命为35万公里 另外这个变速箱可以采用电子排档杆 所以使用这个变速箱的车款例如博越Pro、博越 或者是其他的车型都已经采用了这一个电子排档杆 值得一提的是即将登场的S50也将会使用这个变速箱 而原厂为了测试这个变速箱的耐用性 他们进行了托钟测试 也就是在搭载这一具变速箱的车款上面 放置了2.3公吨的物品 另外它还要拖动另外一个1.8公吨的物品 在这样的测试下 这个变速箱依然是安然无恙 所以它的耐用性是非常高的 另外搭载这个变速箱的Link Encore车款 还特地到了阿尔卑斯山上进行高海拔的测试 也证明了原厂对这个变速箱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 在这个第三代的1.8公吨引擎 加上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们所带来的这个效应是非常的大的 原厂甚至表示 这一个动力配置就是吉利的黄金组合 这一具变速箱 也连续两年获得了这个全球10大变速箱的奖向 由此可见这个变速箱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买车 除了汽车的售价之外 保养的费用也是很多人在意的一环 而这个采用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的Proton S70 CKD 会不会维求费非常的昂贵呢 根据我们向Proton了解 Proton表示这个变速箱提供了5年的Volente 另外 它每8万公里才需要更换这个变速箱的油 之前的6AT版本 每6万就需要更换 另外这个变速箱 它需要的变速箱油是非常的少 只需要4.5L 比起6速自排更少 所以理论上 这个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的维修费用会比起6速自排更低 6速自排每一次更换变速箱油都需要500令吉 以上的资料是来自Proton的官网 至于在性能和油耗表现方面 S70 CKD在更换了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之后 进步非常的大 首先是0-100的加速 为9.5秒 6AT版本的S70它的0-100为10.5秒 足足进步了1秒 这个进步是非常的多的 可是相比起这个0-100加速 油耗表现的进步确实没有什么明显 根据吉利表示 在更换了这个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的博越 它的每100公里油耗 节省了0.7-1公升左右 目前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个S70 CKD 会在什么时候发布 价钱会不会有变动 不过在下个星期我们将参加Proton所举办的S70 CKD媒体试驾活动 届时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第一手对这个S70 CKD的试驾感受 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那么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这期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